像我覺得昨天陶澤的婚禮 就處理得很好 因為他說大家都會去採訪 那我就大大方方規劃好 又唱歌 又表演 讓大家來採訪 每個都可以各取所需 那你如果要搞神秘 如果以我們政治線的處理 你要搞神秘 我就讓你消失 你就讓你永遠神秘 神秘一輩子 而且 你去休息一下 記不記得 陳冠希的記事會也很精彩 對 他那次也是快傘 對 好 剛剛敬平講說 娛樂記者比較溫和 不像黨政記者比較咄咄逼人 我也有不同的感受 因為我去年被跟了一年了 每人碰到的都不太溫柴 沒有 我去年那個婚變的時候 我其實已經很困擾 因為我們雖然在這個圈子 也有一點關係 可是你壓不住 就像我可以理解 柴志平即使他在這個圈子 對 30年了 壓不住 真的是壓不住 所以我後來有好沮喪 我說 你到底要抱我到什麼時候 跪抱到底要抱我到什麼時候 他真的很客氣 後來大家也就 也就變成可以理解那樣 他說年姐坦白話 寫到你離婚為止 寫到你離婚為止 對啊 都是這樣啊 沒有啦 就像講直白的啊 寫到你離婚為止 應該也不是他的心態吧 應該是帳面 他只是寫到你離婚為止 對啊 我覺得你低估你自己 他們會寫到你再結婚為止 你再結婚才是更大的新聞 對 沒錯 真的 那更狠 這樣你小你12歲的小開 新聞多大 小12歲的小開 然後 你知道再結婚也沒什麼了不起 他會再寫到你再生小孩為止 洪文哥講的就是SOP啊 對啊 這不是大新聞嗎 你不覺得這是大新聞嗎 我這回再生小孩 才是新聞 我就不是台灣頭條了 世界頭條 那個 那個 那個新聞小詞點來一下 大家有所不知快斷到還沒 好啦 我就說 其實說回來就是說 其實這個是有難處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今天很簡單 不管是娛樂公司 經濟公司 藝人他就是附帶了一個產值嘛 對 那柯正東有產值嘛 對不對 那大陸的市場呢 事實上他就是要配合嘛 對 對不對 那像這些專訪 其實也都是要配合那個市場 其實剛剛志偉也跟大家講 他所了解到的 的確也是經濟公司的難處 可是如果正在我的角度來看的話 從政治的角度看啊 其實古以照例的新聞都正在這裡 對 沒有那個 美人姐 美人姐那給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美人姐你小看自己了 因為你那個時候 絕對不是只有娛樂記者 你那時候有三種記者在跟你 社會記者 社會記者跑去派出所拍你 狗仔跟你二十小時買紅手送媽媽 對不對 然後還有娛樂記者 每天要問候你 問候你的時候很客氣 可是回去寫下去的時候太多 就是這樣 因為你是名人 所以剛剛那個洪怡哥講的 就是新聞的SOP 因為你是名人 對不起 我再補充一下 所以你有 他們那時候最痛苦的就是 他們會問你一些NO 你真的想 很想發飆的問題 很想從五讀到八讀的那種問題 你知道嗎 一直堵下去 對啊 所以你要靜貼 你看他還沒有愛 你看他之前還沒有愛 愛我啊 愛你 其實他們就在等你失控 他就在等你失控 對啊 你就是要刺激你 美人姐 你那個問題叫做 people want 新聞其實就分三個圈圈 一個叫做people need to know 今天記者姐來講一下小吃點 人們需要知道的 比如說下個月開始 沒帶安全帽發一萬塊 oh 你不管要不要知道 你需要知道 腳碎要腳更高 need to know 有些人覺得 我不想知道 可是you need to know 好一塊 另外一塊叫做people want to know people want to know 我想知道 我好想知道 美人姐跟還有沒有愛 所以他就有問題 因為他想知道 八卦啦 gossip啦 體育啦 如果你講的那個回答 還算有問題 愛你腦部 還有第三個圈圈 第三個圈圈叫做human interest 人情趣味 人咬狗才是新聞 狗咬人是一定的嘛 人咬狗 或者是說一歲的小朋友 居然可以拉單槓 而且六塊腹肌 所以美人姐的新聞 柯正龍的新聞 都符合了三個 need to know one to know human interest 而且是中間那個連擊 就會變成大新聞 變成頭條 所以美人姐他是名人 柯正龍是名人 都會這樣 但是在這個實力原則之下 我在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啦 當然我不像志偉跟他那麼熟 事情發生這麼久 他的爸媽 又是哈林的好朋友 對不對 他已經報導了兩個禮拜了 他真的遇到 不管是愛奇藝 或是央視 或者是Q一邊 任何一個台 當麥克風賭上來的時候 能不能接到訪問 一定會跟兒子的經紀人 才一姐好好的問 可以接受嘛 要不然他可能就點個頭 也就走過去了嘛 所以其實那都是實力考量 我的看法是 包含了 才是連一罪不兩罰都是在北京喊 希望台灣的檢告單位 不要對我們追究喔 其實我是覺得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犯錯的是你 犯錯的是你 所以你今天必須擺比較低的姿態 對 但是他在記者會擺什麼姿態 擺強勢的姿態 被認為啦 對不對 你們要舉右手 發誓等一下不推擠 要不然 要不然就怎麼樣 就不出來啦 你們可以一起我就不道歉喔 這態度就是尚對下嘛 這是什麼態度 陳志明我相信 他誠受非常大壓力 這我們理解 但我跟陳志明也不認識 我這樣批評他們 我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犯錯的是你 記者來 是要來拍你道歉的畫面 也是其實也是在幫你 但是當然也要訪問你 你應該讓大家有一個 不會說大家不舒服的感受 晚轉拜託嘛 是不是 要感受那個誠意 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你是出身台灣的藝人 不好意思 我要說什麼 你是出身台灣的藝人 你不讓我們接受專訪 OK 也許你想說 接受這個專訪就得罪了其他家 有公平起見 這我們理解 可是最後你是接受中國媒體的專訪 台灣人反而專訪不到 這以後會有感受大的不同 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就真的是 只能這樣講 我如果是經紀人 我知道我很清楚我的藝人 他的市場都在中國大陸 他要賠的錢比較高的 也在中國大陸 那你覺得我能不低頭嗎 這就叫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就是這個道理 他不會因為給一家專訪 他們賠的錢就比較少 沒有沒有 我覺得他的邏輯完全就是 為了顧到中國市場有退路 也不能這麼說 因為今天換成是你 你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就講了 為什麼會台灣媒體沒有人拍到 是因為跑錯了地方 有自己講的沒有錯 那柴姐你知道這個傳訪 是不是通知記者說 因為剛剛我有被訪問到了 那我在什麼地方 你們可以來這邊問我 他沒有做到這個部分 所以才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讀後入媒 那我問一下 那個報紙 張國立的那個 張默 張默 張國立的兒子 對不對 這個是 對 請問張國立的兒子 有開道歉記者會嗎 沒有 沒有 有開過嗎 沒有 他兒子連那種宣導短片都沒出來 對 那大陸的藝人有拍過 有任何人因為吸毒 開過道歉記者會嗎 道歉記者會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有一個啦 有一個編劇 有一個編劇 他是有開了一個記者會 但他的記者會很妙 他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說 他說 我並不覺得我吸毒有什麼錯 你知道嗎 這個編劇 太厲害 他還講說 而且呢 我吸毒了 我現在講的不是我認為 吸毒真的是錯 但是他開了記者會是說 我並不覺得有什麼錯啊 而且他對我的公眾 一點影響也沒有 因為我是編劇的 我又不是鏡頭上的演員 他不是做公眾人物就對了 他認為 他講的也是實話 他這樣就覺得 所以 美人的本質問題沒有回答 對啊 所以說大陸有沒有一人開記者會 沒有 他沒有開記者會 但是是有被專訪的 其實他們就是要這些名人 因為現在打 我們上次在節目聊過嘛 打毒打貪嘛 那所以說 打毒打這麼重 你看 李戴默 然後張默 張默是沒有拍 那時候有被講說 因為他爸爸張國立也是政協委 所以事情有被壓這樣 然後 但是像張耀陽 在早之前的那個孫欣啊 對不對 然後還有莫少聰 他們都是北京衛視去做訪問的 跟柯東一模一樣 那有點像孫島片 對 然後講出來的話呢 就是你一定要流眼淚 我錯了 我懺悔 吸毒真的不好 不要再做這種事情 他要用這種名人的實力 來讓你知道說 你這樣子做 下場會跟他一樣 我覺得我的想法是說 那你今天就欺負 我的家裡去別人看 我第一個是這樣 我今天想說今天是柯震東 我跟你講柯震東 絕對不是唯一一個 在大陸吸毒的藝人 我現在放大的是藝人 我包括美國藝人 香港藝人 台灣藝人 什麼非洲藝人都好 那難道你 如果今天是賈斯汀在北京吸毒 你敢這樣樣板嗎 你敢不敢 當然不敢 你敢不敢叫賈斯汀拍一個 說我在痛苦流涕 我吸毒了 我跟你講絕對不可能 那為什麼今天欺負柯震東 形勢比人強 因為台灣人好欺負啊 對啊 就這麼簡單啊 你一定要騙我講這句話嗎 我不滿的是這個啦 所以喔 廣告前我講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就是說那個記者會 那記者如果給他壓下去 你就不用人了 對啊 你要知道是說 我記者我有我自己的職權 你是在基於什麼 你懂了嗎 這個兩邊的關係 是要... 所以現場記者是給他犧牲的啊 只有平等才能夠監督 是... 來 我們先休息 金黃大 你不能以後 高高在山 你叫我去手 你身體是我的 你叫我去手就去手 對... 在場還好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新聞 好 那這個有志你說 你跑過兩個藝人的記者會 對... 就是當哈利... 一定是跟社會事件有關 對... 也... 代班啦... 其實那就是代班 我覺得喔 因為大家每個記者的特性 一定是發生了 跟社會有關的事情 但當哈利遇上沙利的時候 就很妙了 對不對 你們平常都要採訪自己線上的人 好 那今天我社會 記得我以前都是跟牛鬼蛇神 才當虎報在一起 我今天採訪藝人 我那天是去代班 多指要去代班 因為那個人之前被打 在POP裡面被打 然後後來已經過一陣子了 然後他第一次要發騙 要發騙 然後那個... 那天娛樂記者 你看他我在中視 那娛樂記者都出去了 那... 臨時臨療的一個來個東西 因為他要發騙 大家希望來去捧場一個東西 然後如果知道你去好了 反正今天社會沒事情 然後我去就去 那... 我會想說我也看一看 那天... 順便我要問那個事情啊 對不對 那個被打的事情還... 那是社會案件 對... 我剛好 我去剛好 那我去之前 我的想法已經是這樣 那一到那邊 我再看到那位... 那些某哥 他就坐在沙發上 因為他要發片 然後很多娛樂記者 都是娛樂記者 結果我一個人社會記者 娛樂記者大概都在那邊 因為後來他就坐在沙發上這樣 坐 那其他的娛樂記者呢 每個人都跪著 跪在下面這樣子 然後是這樣子來...